您好,这里是张灵视野 俄军已成强弄之魔 无法再组织强有力的进攻 这两天从哈尔科夫一直到马里乌布尔 俄军再也没有组织任何一次像样的进攻 因为俄军的炮弹我估计也用的差不多了 而且他的装甲部队已经没有胆量感充分 他的坦克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充分 可以这么说吧 俄军的坦克部队、装甲部队都已经被乌军打怕了 而乌军的力量仍然在渐渐增强 今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又拨款8亿美元 向乌军提供大量的武器 这些武器都能够改变战场 目前战场的形势 使得乌军更加强大 而俄军基本上已经没救了 你想想他现在靠从叙利亚 靠从伊朗买武器 那些武器能用吗 那些俄军官兵装备了这些武器 他们敢打仗吗 拜登今天给乌克兰提供的有两种武器可圈可点 一种是155毫米的榴弹炮 而且提供了72门之多 这种炮可以打30公里 无论是射击距离还是精度 都远远超过了同类型的俄军的武器 而且这一次一口气 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了14万4千发炮弹 这么多的数量 如果组织的好 我看都能打到莫斯科了 另外拜登又向乌克兰提供了 121架凤凰幽灵无人机 这款游人机我在网上查了半天查不到 其他的网友也说查不到 原来这是美军刚刚研制出来了 最新式的无人机 这个凤凰幽灵无人机 你看它的名字也就能看到 它的飞行时间比较长 而且它能够环绕在俄军阵地的上空 像幽灵一样 翘翘地接近俄军阵地 然后把它准确的状况发回后方 这样俄军的炮火就可以进攻 应该说这一次 拜登援助的几乎就是相当于 给乌军一个炮兵旅 另外还提供了72辆战术牵引车 是专门为72门155毫米榴弹炮服务的 所以说这些炮火配上相应的无人机 可以这么说 俄军现在没有什么武装力量能够挡住乌克兰的军队 这样一来 乌军就能够在前线发起反击 因为反正俄罗斯的攻势已经陷入停顿了 俄军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动任何像样的进攻了 而在马里乌布尔 俄军只是象征性地取得了胜利 实际上就是 就等于说没有胜利 但是它已经没有办法了 网络上传出一些车臣雇佣兵 在那个地方庆祝的画面 而背后正燃起雄雄的大火 那正是以前的亚述政府 所以说车臣的叛军 车臣军队显得很无耻 因为这些雇佣兵在20年以前 被普京的狂轰滥炸 炸死了大量的人 当时车臣的首辅哥罗兹尼 惨状就跟现在的马里乌布尔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全城都没有像样的建筑 没有想到这个风水 这个30年河东40年河西 20年过去了 现在这个车臣军队竟然充当 这个俄罗斯的帮凶到乌克兰去干坏事 这帮孙子呢 是早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呢 这个西班牙首相 还有丹麦首相呢 连聚连访问了这个基普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跟桑切什呢 自从俄乌战争以来 一直态度鲜明的支持乌克兰 同样丹麦首相 梅克弗里德里克 是一位美女首相 也支持这个基普 网上呢都报道他们是总理 但是实际上我查了一下 这两个国家都是王国 作为王国来说呢 他这个首相的名称呢 可能不一太一样 比如说西班牙呢 这个桑切什呢 是明确的首相 梅克这个弗里德罗克的 明确在丹麦的这个职务呢 是这个内阁总理大臣 跟日本的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差不多 但事实上这个职务也是首相的另一种称呼 因为呢 他们都名义上还属于该国的国王来领导 西班牙首相呢 宣布呢 马上就要把驻乌克兰的大使馆 重新开在基普 显示呢 这个西班牙呢 相信乌克兰人一定能取得战争胜利 而且呢 基普呢 也不会再受到俄军的威胁 这两个国家的支持呢 对于乌克兰也是重要的 虽然说呢 他们不能像美国英国波兰那样 给予提供大规模的支持 像波兰一家呢 就说呢 庇护了280万的乌克兰难民 想一想 那么多的人 一下子涌入 这么一个中等国家 波兰人口只有3900万 一下子就是280万人涌进来 而且呢 给他们安排吃 安排住 真的不容易 而且与此同时呢 波兰呢 还向这个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据说它的经济援助呢 仅次于美国 甚至超过了大名鼎鼎的支持者 那个英国 所以说呢 这个北欧的这个国家呢 应该这样说 尤其是苏联周边的国家呢 对 就是对俄罗斯人的这个 更加震恨 因为在苏联时代呢 他们受尽了这个共产党的农意迫害 所以说呢 他们内心一想起来 这个其他人也要再次受到俄罗斯人的伤害 就会感到语心不仁 就会充满同情心 所以也就是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之下呢 像波兰人 像这个立陶宛人 拉脱维亚人 还有爱沙尼亚人 都宁愿付出巨大的代价 也要帮助乌克兰人捍卫自由 而且呢 还有一个消息呢 也值得一提 那就是拉脱维亚 今天呢 国会通过一项决议 认定呢 这个俄罗斯呢 对这个乌克兰进行的战争 是属于种族灭绝罪恶 这是全球第一个国家的政府 做出如此宣布 随后呢 这个爱沙尼亚议会呢 也给出了同样的决议 就是认定呢 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种族灭绝战争